對方弱點的一個習慣的話 能夠還是掌握起前中期的優勢 這把比賽自然都有機會發育到他們想要的時候 不過這裡RMP一等 有一些想法的喔 再看一下 直接走進來 Gale反應的速度也是很快 看到人馬上靠到了草叢裡 那上路Bewater這把鱷魚打卡桑蒂就真的是沒壓力囉 所以他這把得證明自己了 對 因為這個對局理論上鱷魚打卡桑蒂是很好打的 但是Bewater走的位置比較深 放了個眼睛在紅區裡 想來硬抓 就硬到Gale 但是鱷魚一等 這個角色一等很弱耶 但打到的是一等的死哥 看起來是真的想試得到現在都還沒有走的話 是真的想蹲到底 而且開車這裡也來囉 主動靠過來 那就是上中都要對打野動手 另外一邊的Denis還不知道自己的對線對手 人不見了 如果沒有打算幫開的話 這個上路 是真的要出事 彈了一個秋過反而是彈到了 鳥虛裡面 但是好像有意識到Denis繞了一圈 但緊接著 從草叢裡走出來的Bewater 點的是一兩段的大切八怪配紅包 還在扁Gale死人一個 閃線也不用按了 哇他真的被蹲到了 真的被一等套路到了 那下路一等也打起來 還差最後一下 秘書射擊還在轉 Emmelos最後是一滴 扛著點燃沒有倒 但同樣的其實這個狀態的交換 也讓AJ跟Emmelos在下路應該徹底丟失線拳了 這個本來在下路線對位就比較沒有那麼舒服 尤其是打到一者雷歐娜這種比較綁定的組合的時候 還閃 但最後位置還是拉開了 但是Gale Gale就又被搞到了 真的有點爆 而且回到線上的Bewater 還可以先搶到兩等 兩段紅怒鑽到的是Denis身上 但是也被開山披露給推暈 往前再一個Q4有機會逼閃的喔 直接選擇敲 但在交流閃線之後Denis 被Bewater跟閃 結果人美啦 哇這個閃線跟閃 在補這個平A 直接把人頭拿下來 我們的Bewater20開局 上一把 過得有頭痛苦 這把就要全速放緩 前面有說了嘛 這個人的鱷魚就真的很潛 風衣捏巴來到了下路線 選擇一勾 但這一番翻到了SIMPO 但他的聖劍還是指了回去 讓對方的Milke 先拿下Ametos的擊殺 然而AJ也慢慢的 把對方SIMPO給吐死 最後是被點燃 拿下了這個人頭 但光盾還想要再硬換 有一波炮承波幫助 自己加他的A則輸出 但是AJ 在沒有倒的情況下 還是把Milke換掉了 但是是死矛德跟E則 雖然沒有兩顆口都掉在死矛德身上 但對於這個下路雙人組來說已經夠賺了 喔 又打開局面了 前面又有優勢了 比瓦特的鱷魚 這把 他真的還是適合這種角色 沒有意外了吧 這三把 那 不好說啦 畢竟死哥後期發育也不會比死矛德弱嘛 對不對 是 那就看後續 iMP怎麼圍繞著目前的優勢去建立 出來勾了 海克是產生出來還是勾到了Coinning 來到了Kaiser的臉上 但同時 SIMPO也指到了塔前 稍微用烈力衝擊 多pop了一下的傷害 那凱瑟是真的很能砍 SIMPO又要死了 被Q閃跟上 回頭浮小盾擊暈住之後 Gale趕了過來 先把藍buff給吃完 那最後的深淵鐵貓 Emitos勾下了自己的第二個擊殺 就是沒有跟Coinning溝通好啦 如果第一時間就想要反打的話 Coinning應該是不會往後跳的 但是變成是SIMPO往前勾了之後 扛到一下塔 被凱瑟拿到這顆人頭 上一把是3比0的開局 這把是5比1的開局 更正一下是輔助拿到人頭 是 現在是5個點位 其實基本上都拿到了自己擅長的角色 上路 2-0-0之後 回補兩把常見的鱷魚 已經開始在進行自己的壓制 對 但卡張蒂打鱷魚就真的是沒辦法 你只能認他挨打而已 打不過的 而且現在不只是打不過 看到 應該說感受到對面可能有打野的壓力 Bewater直接越線 Danny是連砲車波 在塔下都沒辦法收 對 都沒辦法吃喔 因為自己的魔量跟血量都不是很健康 這個只要紅怒咬是有會進展插線的喔 那這樣子Danny一八 現在是連續兩波的冰險都被單人中奧吃不到 對 然後現在Gail又在對方的下半部 不能來幫你啊 選擇是硬頂 硬頂回去 但是再回到塔前就已經被殺到殘血 再一下的普攻Bewater 拿到第二次的單殺 這是一個30的鱷魚 哇 這想要硬回去 想的是有一點多了 但他也知道他不硬回去 這個上路的對局已經結束了 就是他要回去他會死 但不回去他比死了還難受 對 他不回去跟死人也沒什麼差距了 看下去再打 AJ又被打到殘血身上的點燃還在燙 而Milkate接下來所有的秘書射擊都被Emenos給擋住 他剛剛那裡如果硬回 就真的放掉那個上路線 他跟死人其實差不多 概念上是一樣 他剛剛就是想要硬衝出去 來不及人頂看看 能不能吃到至少一兩隻小兵的經驗 但頂是頂出去了 人還是死了 對 現在前景一片看好 IMP 這應該 穩的 這個上路已經打穿了 是 這上路沒有很大問題 但想一想 上半場也有一個這個 單人通關的賈克斯 最後差點輸掉的 對 也是有這樣子的話 好像也 不能說到特別的穩 對 但賈克斯跟鱷魚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鱷魚的發力期比賈克斯早 對 當然上一把爆炸的開場 也是在真的開始碰團之後 被對方拿到了這個擊殺 但這把 你就也要出現意外的機會來講 是非常小的 因為你現在有一個超級肥單人通關的鱷魚 如果沒有放得很好的話 是有機會被對方拉扯的 是 但這個前提是對方沒有放得好 對 正常的施放配合CC 應該都是一定能殺的 對 輔助有納蒂 中路有牙齡 上路有鱷魚 這只要等待CC的銜接來講 應該是不會出現問題的 但現在是 虛空幼蟲跟小龍的交換 在短短6分鐘內 就已經拉開了2000塊的差距 而且上路 已經是無視Danny 在點塔的Be Water 拿下了兩層的護甲 對 三顆的人頭加兩層護甲 這鱷魚 有點處理不了了 是 現在這個打野也不敢上來 他上來一定被殺兩個的 只要他有閃現之後 有閃現有大 這上來應該就是被鱷魚殺兩個 我想你已經是很盡力的在扛了 不過現在又被拉開了20隻CS的差距 就上路你說 雖然他真的不能來救 但是 真的就不來救的話 這個差距只會越拉越大 對 但是死哥 真的對農這樣持續的刷下去 也不是不行的 因為他也知道 他現在上來幫助不大 而且下路線目前看起來 MioCat其實也是一直壓著AJ在打的 可以跟剛剛一樣 對方如果再攻上半 就可以去 被R下來囉 是 那這一波擠好了Q3 Kaiser可以再往前砍 但被Coinning給扭掉 話題回到剛剛就 假設對方再來這個上半步做進攻 他就再去對方下半野區交換支援 就是 想辦法讓自己永遠都刷得比塔利亞多 那也不是不能接受的 那中路Kaiser也是砍得很兇 每一波都想盡力上去換血 這幾次也是現在雅林比較常見的打法 但是Gail來了 將 對方的Bwater給踢到牆上 但是這一波R過去的途中 還讓二塔多幫忙輸出了一下 但是開山屁路的減傷 也頂不住Bwater目前的輸出 又是一次的單殺 而Gail也是只能眼睜睜看著Bwater走掉 就跟我剛剛講的一樣嘛 就 來幫就長這樣 二打 一打二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反而是現在Gail也要被留住 身上還有閃現 但是被紅怒咬住之後 叫的閃還是被拉了回來 Bwater拿了50的戰績啊 這把要來C喔 很氣啊 上一把 上一把098這把 對上一把 已經砍了一半回來了 說是我的鍋 這把我C沒問題了吧 對 將功贖罪嘛 帶罪立功喔 這把確實他也該改C了 五顆頭啊 行駛 八分鐘行駛 我的天啊 對 然後現在AJ就是把線扛好 他如果大波進來就開大直接洗兵了 不管 能拖就拖 反正上路有一個很C的人在幫你頂啊 沒錯 那這個死貓的選擇在現在看起來就是 這個非常好 對 非常正確的選擇 有時候一個畫龍點睛啦 反正你真的就在上路慢慢的優勢 那對面打野也可能也 高機率不會往下給壓力 對 光是處理自己的上半就很頭痛了 對 但剛剛那個情況就是跟我前面提到一樣 當你想要來救的時候就 就會出事 就剛剛就被殺了 是 就算卡仗蒂已經把他帶到了一個他扛到塔的位置 但 還是一樣打不贏他 只是說角度不是到特別完美啦 因為如果是真的帶到二塔底下的話 Beaut 應該會被換 高機率要被換掉 應該會被換 對 會被換 但還是有可能要把Danny殺了 還是會拿到一個人 Q3接打 而空一點也是很冷靜 直接將人給退位塔下之後 再接了兩下的普攻 三千扣得很死 原來這個上路的傷口 已經是無法癒合的情況了 現在七等打九等 是真的沒什麼辦法了 8比1加強三千塊 下路的死貓的 現在過得其實 也還不錯 他過得很舒服啊 雖然前面被壓了一點 但是現在還是有個七十層 其實還挺滋潤的 他就七十層在架顆人頭 那是很舒服啊 那是真的舒服 對 完全不需要管他 最好都不要有人來 沒事沒事 算了你贏得夠多了 沒事 炮車這幾十塊的東西 哪有這三百塊的人頭箱啊 哪有這個人箱啊 而且你把他殺到060就可以不管他了 嘿嘿 對 現在060就 比炮車還不值錢了 沒錯 這往前 直接把線給送進去 拿一層護甲就是一百多塊 然後有爆破嘛 再點個塔皮再賺一層嘛 就是一百多塊錢的事情 誰還管這台炮車啊 對啊 炮車說不定比那個卡上機還難吃 那是真的 要殺他 這卡上機是不能說不的 對 他真心想殺你 你是不可能走得了的 直接越他起線 風格028在上半 第二波的幼蟲 也是拿的 輕輕鬆鬆 對 他們現在要把節奏加快的話 就是去拿虛空幼蟲 然後 讓這個鱷魚點塔的速度變得更快 那就有機會在上半步 直接把這個局面給打開了 現在 Gail光是要回到上半來刷也就是 戰戰兢兢的 因為他沒有辦法確認對方鱷魚的位置啊 對 他就真的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他不敢隨便走進去的 是 因為鱷魚在月塔起線 他被他再看到再跟上來咬一波 他有可能要再死一次 是 一直都在虎視眈眈 盯著Gail的野區喔 刷完六鳥 這石像已經不屬於他 馬上又往下半走 趕快跑趕快跑 小龍的重生 RMP的雙人組也開始在 把線給整理完之後 可以先夾過來 甚至鱷魚也直接走到的中路線 被看到那FAK 這條小龍也只能放得果斷了 只要鱷魚願意走過來正面 這個團戰打起來是真的不會贏 那能做到的交換 就是讓在上路的Danny1018 可以在鱷魚不再夾的時候 看能不能多賺幾隻 欸 沒有 甚至不打 甚至讓你把線給送進塔下 BWater直接TP回到線上 BWater這個TP就 這是殺人珠星版的TP 是 不給你任何有機會 想要把發育拿回來的時間 下路再勾 那太陽聖劍跟住人聖盲 其實指的效果都不是很好 不過還是把Emetals打到了非常殘 之後暗魂曲準備暢下來 但人頭已經先被SIMPLE拿下 在死前用一波閃現的浮小盾擊 暈出AJ 先被激走隆起給兔死之後 AJ也是閃現回到一個安全的位置 對 那這樣這裡 史貓德沒有大絕應該就要直接回來 因為他手上還有TP的 他可以TP回來 而且剛剛那波死哥的大絕是沒有賺到助攻的喔 是 大可以不要再對對方的輔助輸出 那最後 這單純人頭上的交換 但一邊是史貓德拿頭 另外一邊是雷歐娜拿頭 有差距就出現了 那現在唯一沒有受到任何干擾的就剩下COINING 所以RM馬上來找COINING麻煩 被暈住了 選擇交閃 躲掉了真地之擊 很可惜 有判斷到COINING會直接交跳 所以他是直接一技能鋪地板 讓他被暈住 上路 又是一波的五次卡上地 點塔 十一等打九等 這兩等的等差從來沒有被彌補回來過 這CS也贏的 也是贏到三十隻了 是 再繼續往後拖 這IMP 現在大部分的人 發育都還是過得非常的優良 他們要把節奏再打得更快 就是他接下來每一個物件都要去 直接去搶 然後如果對方來接一團 就跟他們碰起來 反正他現在有一隻超肥鱷魚 對對對 他們只要敢接就來打 喔推 想用Q3帶人回塔下 但是 這Q3最後也沒中 傷害也不是一個檔次的 這上路快要被單人通關了 應該說是已經被單人通關 大家下路有一波 先把Simple翻了回去 但是看到了TP IMP選擇就只收手 畢竟現在上路是贏得夠多 只要拖延對方的時間 讓對方沒有辦法花費心力 在上路嘗試把二尾的賞金給提出來的話 其實現在對IMP來講 這就是一個隨便發育的局面 對他們現在就 他們也可以就讓AJ發育 然後他們就想辦法去爭奪物件 逼FAK來跟你打團 他只要敢打團 他們通常這個勝率不會太高 那就有機會把這個人頭優勢滾動起來 大可以跟你互刷錢 反正他這個差距也不會因為跟你互刷跟你互農 就被磨平了 他們要把 因為其實節奏壓力是在IMP這邊的 目前看起來 就是這個陣容看起來的話 節奏壓力是在IMP身上 FAK他可以就此打住 直接止損 就想辦法 然後讓死哥有機會刷到更多野怪就好 現在是只能等 但IMP也是 將每個地圖物件都控在 剛出就盡量可以趕快把它吃掉 上路終於是把它給通掉 好 我前面IMP應該BOOT是有意識的在控制 讓塔其實掉的速度不要這麼的快 讓自己的壓制可以持續的久一點 那也變相的代表Danny其實有一段時間 只要這個一塔還沒掉 他大部分時間都吃不了兵 對 就是當你的線路已經優勢到太巨大的時候 你不會想要太早把塔點掉 因為你塔點掉之後 你每一波兵線送進去 他都可以後手去把兵線接完 他可以不用那麼著急的去跟你對線 反而會讓對方爭取到發育空間 這是一個 就是打邊線的時候 很多人會去講的一個小技巧 畢竟真的 你能夠在線上宰置他多久 就盡量把那個時間拉長一點 你笑得越久越好嘛 畢竟真的 你如果換一個人跟你對線 你還能不能笑不一定 但是因為我把 因為我是塔點掉的人 我會一直把線送進去 那你就可以一直在你的二塔前面 把兵線吃完 是 那這樣的話這個優勢就沒辦法持續下去了 那現在塔也終於拿掉 這車 你的話就有點虧了 你沒有特別優勢 你前面其實 這贏的也沒有到很多 就拿了一個助攻 現在跟 這個Coinning的CS是平開喔 這車還是 想一下 想一下 但是雅妮來打這個卡商店 應該也是隨隨便便啦 對 但應該就不會讓Danny過得這種不舒服 不過風在靠過來 以及後面 也夾過來 甚至有TP的話 今天就是要致Danny1018與死地四甲 Ginnihaya開了起來 扛塔的是Bewater 然而在這個操作之下 不給Danny有任何的機會逃生 他們完全是靠傷害碾壓過去的 因為剛剛可以看到 其實能空的招全部都空了 但沒辦法 傷害太高了 傷害真的太高 Inmetals的勾到塔了 然後塔利亞的翻 搬到後面去了 連拿兩座 現在持續地把經濟給擴大 直接把剛剛拿到的預示者 現在轉化成經濟 還要再撞 但是馬上 呃 撞到那個殘骸 這車還沒有轉 停等車轉向之後再上 蠻怪怪的喔 而且今天好像大家那個 車技都不是很好捏 是 今天這不然是 這跟車有關的都會出事 不管你吃泡車也好 看你開車 這意外是蠻多的喔 就是 感覺沒有駕照喔 怪怪的 今天這種沒駕照的人是真的多 對 那中路外塔再拿 這個雪球滾動的速度 現在已經來到7000塊錢的領先 而且這把Bewater 就有把自己的影響力發揮出來 除了剛剛的那個TP 把卡桑蒂躍掉之後 透過預示者來拿兩個下半部的塔 剛剛再轉到中路 站出來對方就會直接後退 他們再把中路一塔拿了 哇這 有把自己的優勢給 擴大給自己的隊友 在這一點上面Bewater這把做得很好 那瘋也跟著自己的Bewater吃了不少的錢 那這把這個真的 看到現在是很難有意外 對 就真的很 太劣勢了 太劣勢了 現在這鱷魚 走到哪你就得讓掉哪一個半部的物件了 是 龍 他甚至來單吃龍 沒有太大的問題 畢竟現在 隨便線 也是隨隨便便處理的事 AJ現在的層數也是來到了169 他疊的其實算快的 是 對他疊的算快 你覺得就以分鐘數成10來講的話 今天也沒有落後的太多 都是有跟上的 這再來幫忙Bewater把龍給吃下來 第二套小龍拿下 FAK目前還是只能慢慢的發育 再上路 想來給凱瑟一點壓力 點破了爆彈 但凱瑟已經將所有的小兵都給清完 對 而且Coinny扛到兩下塔 那這個血量就不是很健康 中路的AJ過得舒服了 跑者再吃下175 離自己的斬殺線 有處決的門檻也不遠了 同時 上路 封印尼克巴蓋的牆壁過來 剛剛才推完兵線的空衛寧 又得多繞一圈才能上RECORD AJ這時候 也把自己的魔劍給疊完 那局勢來到下半部 這前面一直過得很奇慘的Danny 這至少在邊線 都淪陷之後還能被動的接兵 這跟在剛剛還在對線時期的時候 連兵都聞不到經驗的這個慘狀比起來 現在是好多了 對 現在應該是巴龍重生之後 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但IMP整體的陣容來講 不是一個優勢大到可以隨便開巴龍的陣容 所以現在真的吃巴龍速度快的角色 現在看起來只有牙寧 牙寧只是正常發育而已 就只有牙寧吃巴龍比較快 所以他們也不是一個能夠隨便開巴龍的陣容 真的要拖的話就是等到聽牌龍吧 IMP的聽牌龍 FAKAK 看一下伊澤的poke有沒有辦法 把對方的血量打殘去接看看 不然這個有可能節奏就會被IMP帶著走了 比瓦特也是買出手套 現在還能充當前排 Gale跟Conic來到下路 但封印尼巴馬上來到Kaiser的身後 對 封印尼巴這把所有的cover 就是一直顧著Kaiser 反正比瓦特 因為知道這個上路優勢太大了 一個打兩個沒有問題 不需要掩護 對 他就是一直顧著Kaiser 能夠正常發育就可以 包含剛剛在上路那一波 掩護跟這一波 都是做得很到位的 我們現在有在瘋狂的併點IMP 要直接開動巴龍 馬上一個鷹眼鏡球照了過來 看到了B瓦特跟AJ正在吃 那應該稍微拉一下等風來到現場 這應該只是想要逼個TP啦 逼個卡上帝的TP或者是 吹賞他的TP 但在FAK眼中不像 真的不像 大絕刷一下就知道了 反倒他可以慢慢等 你真的在吃 你再繼續演下去 這個B瓦特要是被巴龍打殘的 那這個賞金就有可能要被離出來了 對 因為他們的陣容就真的是巴龍不快啦 是 所以不需要那麼著急 可以等一則大絕刷完之後再看就好了 現在差不多 還是在7000塊錢的領先 但現在其實IMP 雙C 就中路跟下路還是過得很舒服 還是沒有被FAK這邊限制的喔 這幾波下來其實都有嘗試在邊線 抓抓看Kaiser 但真的就像剛所說的 封的掩護其實都讓FAK真的是 找不到任何進攻的可能性 他們也知道你現在能抓的就他了 因為那個鱷魚打誰都一樣 所以你不會想要去幫鱷魚對位的那條線路 你會去幫另外一條 想辦法把這個局面給打開 那封印028就一直都都待在後面 再來控制住下半處的視野 下一條小龍還有兩分鐘的時間點重生 不過就以FAK來講也是真的就 現在發育到現在就 中路也兩件套了 AD也兩件套了 其實至少雖然一直都在上路 邊線上有一個劣勢 但這段時間內 其他人也沒有限制跳了上去之後 但還會在邊線上 Kaiser被空尼領單殺了 而空尼還能往前跳跳到AZ的臉上 交了閃線拉扯一下 但儘管噴嚏沒這種 空虛的機座隆襲 還是可以將人頭吐下 在邊線上 哇 Gale兩次的大絕都沒拿到助攻啊 中路連續的1換1 對他兩次大絕都沒拿到助攻 對Gale來說是很虧的喔 對他兩次大絕都沒拿到助攻 對Gale來說是很虧的喔 在彈曲唱了下去之後 沒有結果 對這沒有拿到人頭是一回事啊 沒有拿到助攻 那是虧到不行啊 是 但反而Coinning居然是找到機會 單殺了 感覺是Kaiser給了一點機會喔 是 但是AZ的倒數 已經只剩下7層了 在7層的這個龍心精通 準備來要斬殺一些IMP 現在結團的本錢也有了 他最後一層 泡車遲到 225層 正式成長 那這樣子40秒鐘的小龍 FAK看起來這可很難接 對 但他第三件是先補了一個水銀出來喔 然後往下 想再推推看 那現在Danny 單打看起來已經沒有過得這麼難受了 因為他現在身上 因為他身上有小玩家 在加兵權的話 就還 還過得去 對 能夠扛住的 但如果真的要打到底還不好說 打到底還不好說 因為鱷魚還有手套的 是 但是 以小龍現在還有20秒鐘的時間點 而FAK完全沒有往下靠的話 看起來是想用小龍去交換 在邊線上的推進了 可以先拿上一塔 再決定要不要開八龍 喔 直接開囉 喔 開八龍了嗎 那先排了一下視野 稍微給LMP先壓力 逼他們過來接團也可以 金球一照 放在岸上 那也是知道了 對面並沒有開動八龍 反正是Danny要再把下一波線給清完 讓凱瑟一個人去單開小龍 只要不要站在正面的話 FAK還是不敢冒然地輕舉妄動的 對 跟上一把FAK做的那個判斷是一模一樣 就我的邊線有優勢讓他自己去吃 然後避免對方能夠拿這個小龍來跟我交換八龍 是 但現在對IMP已經是火龍聽牌點 真的就再拖五分鐘的話 其實FAK還是不會發育到一個能跟IMP正面接團的時間 那這個火龍魂 究竟是要打 也不是 那你真的放 也怪怪的 因為依哲的強勢期比較短 就依哲的強勢期是很明確的 假設你這段時間沒有去碰團 那真的往後拖 這個史瑪德會比依哲更強 是 準備都要三件套 但是Coinning跟Gail 兩個人抓BWAT 機率應該也不高 Simple靠了過來 但在這種比較深度的推進當中 風還是會在BWAT的身後 給他先掩護 再來是IMP開始鋪設上半部的視野 到現在 雅妮也兩件套 有海妖加隕落 雖然兩件套都沒有暴擊 但是這個吃八龍的速度應該可以慢慢的 對 兩件夠了 兩件吃八龍夠了 但FAK也是有意識 浮野一直都有在 上半部徘徊 要TP了嗎 看像吃八龍的速度其實算快的 雙C可以靠過來 而Danny也是有TP的 看一下Gail 有閃 Danny要走過來嗎 試看看 但先刷了一波精神單步之後 Simple先下牆給Gail 一波的機會 但下去之後沒有搶到這條八龍 反而IMELO在按上之後 先閃了下了牆 但馬上被拼死一波 又往下一代 再唱出安魂局 R&B的狀態其實都掉得非常的慘 手套 也被MUK的秘書 這幾個射了出來 現在是一波屬於FAK的最低局面 MUK選擇直接交閃 交了奧數月千 但來到了三個人的臉上 隨後彈了一個球果之後 隊友來支援了 先是由Danny收下了這一波的Shutdown 而COINING再跳到AJ身上 準備開始收割 整次高飛飛到了對方的野區裡面 但是想要馬上唱巴王的Record 但一個轉角 COINING馬上掛上爆彈 又收了一個Shutdown回來 對 但至少保了兩個巴龍蟲在身上 但整體交換下來FAK是很賺的喔 他只要能夠跟你這樣子交換人頭 一直交換下去 他們的發育是會追回來的 應該...不可能吧 不...會吧 欸...不好說 但這裡... Danny發... 我覺得他這個TP 是到裡面 是為了要限制對方 想辦法把擊火的目標 放在自己身上 但後續這個死個大絕 加上Milkade閃現把人留住 我這個判斷 我Milkade是... 找到了機會 對 他真是拿命在逼對方回來 欸 我都交閃交1囉 你要不要回來開我 結果你一回來開我 COINING跟Danny1008衝出來 他開著了這個大絕沒中是關鍵了 對 沒有辦法去抓到這個EASERA 那這樣子連續... 三個人頭 最後是一波的2換3 但是IMP還是有巴龍優勢 依舊在IMP這邊 但是AJ交了一個TP來到正面 另外在中路線上 反而是太陽神劍一路啃著對方的靈體 回到了對方的這個本體裡面 但是凱瑟還是很安全的 但EASER是... 被抓掉了 Milkade人美了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剛剛應該是放對方回 然後拿完人頭回補了才對 但沒想到是... Milkade不知道怎麼死的 可能大家要看一下 來囉 喔 貪了 打完團之後沒有回補 對 打完之後沒有回補 想看 多推了一波 已經可以了 但後續 雖然是沒中Q3 但被Kaiser 這個...接連的普攻就給擊殺掉 哇 這個就真的是彈了啦 其實早就能回 因為那個塔一定點不掉了 那...這變成是 MMP還是可以繼續的進攻 利用自己的方向Buff 比較中路的2塔拔掉之後 準備轉傷 對 優勢還是在MMP這裡 只是剛剛那一波 真的被交換到蠻多的人頭的 尤其現在是Coinning也三件套了 再暈 Danny並沒有被抬回去 風稍微是有預判了一下 預判他1技能的位置 有可能會按1的位置 但... 一個人頂4個 現在他的坦度有兩件套 其實勉強還能夠頂住 而Coinning 選擇直接開始比例 就看到隊伍 大部隊全部都在上半部 趕快比例了 而且上路在2塔 還真能守住的同時 讓Coinning在下路 700塊錢領到了 他交換到啦 780喔 可以多一個物件賞金 對FAK來說很賺喔 那這樣子下路線 湧入的情況下 讓凱瑟先去處理 可以看到就是 IMP他這個BullingBuff 是虧了813塊 他沒賺是小事 他還虧 這應該還算是 就是 剛有被拿下的一些賞金啦 因為他們剛剛想要做的事情 是想要 硬逼這個邊線 因為知道自己現在 這個陣容是有時間壓力 他必須要趕快把邊線逼進去之後 想辦法去拿塔 但剛剛那裡就真的很可惜 沒有翻到Danny1018 翻到確實有機會殺 但在這個局面之下 FAK 雖然還是有 6000塊錢的落後 但是 這落後 其實目前看起來 在裝備上其實並沒有顯現得這麼明顯 尤其上路 Danny的裝備跟上來了 對 因為鱷魚這個角色會越來越弱 是 然後卡桑蒂在團戰裡面的定位 會越來越強 他會變成一個 有能力切掉後排的坦克 奇怪了 這個裝備數量算一算 其實看起來FAK沒有輸這麼多 但 帳面上就他們還是有落後6000塊 裝備的價錢也有差 是 裝備的價錢也有差 那現在先蓋了一個牆壁 稍微卡一下 空偉寧是一個人被 卡在河道的上半部的 被Malos給往前限制 但是這條小龍 看一下封印尼巴 怎麼去搶 Danny選擇直接往前一頂 開了冰尺一波 但是用驚人 現在是躲避了這一波的傷害 但是小龍已經先被FAK給劫走 前面的Danny印尼巴 也準備要的幾組東西給兔子 代表大絕少年軍 後面有軍力添加藍瑜 轉了進來 限制幫助AJ 拿下Double Kill 在往前的追擊 死去的死哥 開始倡結了暗魂局 但這波炸下來的傷害 並不怎麼樣 AJ 受下Double Kill 而這條小龍雖然沒有拿下 但是IMB可以開始下一波大局的入侵 哇 剛剛那一波團戰最關鍵的 絕對就是開設了 他一個Q3 Q閃 閃到了Gale跟Malcat兩個人之後 大絕再大了他們兩個 直接把這兩個C位直接打到 完全沒有辦法作戰 NMP想聽聽看嗎 有機會喔 有機會 這一波對面只有雙射手 但是Simple也要重生 先是秘書射擊稍微Poke一下 應該沒有這麼簡單喔 急了一個Q3上去 有斬到Malcat 但不敢斬到底 反而是扛到雙牙的Bewater 被打出了手套 Simple想流流看 但是又被噴嚏緩住 還差一點 是真的被抬了回去之後 Bewater鑽了回去 開啟下一次的大絕 還有鋒命斬在往前砍 但雙射手還是保持了自己很好的位置 往後都交出了自己的閃現 Q3最後的效果並沒有很好 撐到了Danny跟Gale的重生 在刷出精準彈幕大師 似乎沒有抓到人 AJ往後記住東西的擴散 直接將Colin的處決 再被狠老媽幫我 往前一燒右槍 Danny燒死了 哇 AJ 還是我抓到了一個 能夠斬殺的機會 有對方頂上來 最後的Simple想要上去把人留住 但被塔利亞翻到 再嘗試 這次是Gale跟Israel的 這個嘗試 防守 在雙牙面前 再死了一個不錯的位置之後 光無開炸污染開燒 把這波兵線燒完的同時 還將Metals給擊殺 但是比瓦特又鑽到了竹馬旁邊 本沒有可以再活生生咬死 剩下Simple一個人 守不住對方的四人 接觸鋒命斬 IMP要為這把比賽劃下句點 打成了一個1比1平手啊 23比7 原封不動將這個大比數的碾壓 還給了FAKA 拿下了1比1 我覺得前面Bewater真的玩得太好 就是他第一波的野區蹲點 然後到上路的月塔擊殺跟單殺 都讓他這個上半部完全的打開局面 也間接的限制到Gail 沒有辦法回到上半部刷眼的這個問題 哇 那這個一等的蹲點 其實我覺得從第一場跟第二場比賽 都感受得到 在前中期的策劃 IMP是完全的壓制了FAKA 就是他們在前中期